大家好,我是张三 我现在在长春工业大学南湖校区 校园里布置的很喜庆 看到我身后的气球了吧 也很热了 今天是大一新生报道的第一天 星期六,9月2号 接下来我带大家看一下这个校园 前面是南门 南门也就是这个校园的正门 新生报道的地方 就在从南门一进来的这块广场上 他们到了两排周扬棚 先看第一排 电器与电子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数学与统计学院的在第一排报道 哇,电子与电器工程学院好大啊 周扬棚最多 下面的专业应该挺多的 接下来往北去看第二排 机电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学院 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 还有马克思主义学院在第二排报道 第一排最西面 绿色通道 财务处 家长休息区 下来往下来 校前广场的北侧是主教学楼 楼的体量很大 这是主入口 有四根白色的柱子 往东看 目前摘了一些松树 哇,到处都是融性的元素 刚才被牌子挡住了 到牌子后面来看一下 红楼 爱国敬业 求实创新 主教学楼的背后这篇绿画很好啊 可以说是参天大树 阴凉地 那儿有个连郎 再往这头看 环境很棒 过了这篇绿画 往北看 这是教学主楼正北面的一个楼 也挺大的 教学科研楼 一通看一下 旁边还有个风车 那儿是主入口 公大青年打卡处 这是他们的校训室 在主教学楼的东北角 旁边是老图书馆 还是以主楼为参照点 从正面看一下老图书馆 现在好像不用做图书馆了 马克思主义学院 政治与行政学院在里面 这是主入口 来到运动场区域了 先看露天篮球场 在主楼以北 那就是主楼 有同学在打篮球 这片区域一共有六个全场 移动看一下 这是北侧 篮球场以北是排球场 篮球场和排球场之间是连通的 可以直接进 排球场区域一共有四个球场 看一下他们打篮球 二打二 好球 排球场以北有个快递点 他们都在排队等着取快递 那个楼实际上是校外的 留一个窗户 大家在那取快递 旁边就是围岛 校园的围墙 露天运动场以东 过了一条马路 以及一心绿化是文化活动中心和体育馆 可是现在看的最明显的是一根烟囱 锅炉房 大学生活动中心和体育馆的主立面都在北面 我这头是大学生活动中心 那边是体育馆 对面是食堂 食堂这个呢也挺大的 一共三层的 移动看一下 饮食服务中心 这是入口 我进去吃午饭 2022 应该换成2023了 食堂一楼的情况 不用说 今天人很多 现在是12点 打好饭了 自助轻重的 15块钱一斤 我没吃早点 多吃一点 打了19块钱了 今天中午的菜打的有点多 不过我家有把它吃完了 看一下 光盘行动 饭量是不是很大 张三毕竟是干体力好的 二楼的串串香 三楼与云业的 锅炉房的南面还有个房子 红房子 这是主入口 往上看 有个五角星 这里是后勤服务中心 也就是后勤处 体育场在教学科学楼的北面 背后 地势要低一点 下台阶 可以近的 体育场的四周都有座位的 他们在踢球 还挺正式的 差点近了 东面的那些红楼是公寓 往南看 这是主看台 带周园棚的 哇 在这个地方看教学科研的更直观 顶上有接触器的是图书馆 再过来 烟囱 不错 哇 进球了 太棒了 接下来看学生公寓楼 还是以主楼为参照点 在主楼的东北角 图书馆的东南角 一直到图书馆的东北角 都是啊 从这里开始数 一公寓 二公寓 三公寓 一直那边 四公寓 五公寓 这栋楼是六公寓 看窗户边 再看电视吗 我刚才是在老图书馆门口 被这些大树挡住了 我又走了一段 再往前看 五公寓 它对面是八公寓 这个还是六公寓 这个下面一共有九状学生公寓 七公寓和八公寓是联起来的 在八公寓的东侧 七公寓是研究生公寓 开在七公寓里的超市 今天的生意当然不用说啊 前面是菜鸟一站 那棚子里有很多价值 到图书馆了 旁边是七公寓 没有看得起图书馆三个字 移动看一下这个楼 在校园的东北角 位置怎么说呢 你可以说它很偏 因为马上就出校园了 不过离学生公寓到很近 刚才不是说了吗 七公寓 这是主入口 老图书馆以北这个楼是综合楼 现在在维修改造 拉近看一下 再推远 它北面的是九公寓 九公寓也是研究生公寓 九公寓里的学生浴室 公共浴室 这个长楼是八公寓 北面和八公寓相接壤的矮一点的 这个楼是校医院 现在在维修改造啊 不过门可以进的 我刚才看到有人进去 九公寓的东侧是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的楼 移动看一下 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的北侧 这儿有一条路可以到化学工程学院 来看化学工程学院的楼 对面是围墙啊 那个楼是校外的 移动看一下 楼还挺大的 这是往西走吧 西来方向 九公寓 这是化学工程学院楼 背后的楼 材料楼 一栋看一下 哇 西边好次元啊 这儿有道门 但是门外还有啊 看这字了吗 工程训练中心 工程训练中心在校园的东北角 从刚才那个门进来 还要走两三分钟 工程训练中心好孤独啊 和主教学区保持一定的距离 反倒是和家属的区域混在一起了 他就就先挺一 рублей 煦 煦 先生 arise 感谢观看